实验室里的培养敏 透过机器手臂 层层运送 拜科技所赐 一个培养敏精细设计 切割1500个小洞 让这个实验室一天 就能够测试上百万组 细胞化合物 对药物的反应 全球大药厂拜尔 大手笔投资高科技设备 研发新药 除了效果也和时间赛跑 这些已经编号的培养敏 正在进行第二步测试 这个实验室在第二步骤跑完之后 就会直接送到 这个机器来做 第三步骤的分析解读 而画面上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电脑 就是在这个分析解读之后的结果 这些彩色的亮点 就是这些器皿上的 有结果的反应解读 而我们再点一下这一个 它还直接把你做数据分析 透过数据累积 找到最适合的制药配方 大数据的概念 也在研究新药的过程中 不断被采用 细胞化合物培养敏底部配置晶片 电脑就能够感应解读 培养敏内的化学反应 一周之后 不同的实验对照组 数据出来了 不过细胞还会分裂 如果要确定药效 还得持续观察 时间和数据的支持 才能让实验继续前进 不过也因为医疗科技仪器 大量发明和运用 让效率增加不少 这台超高倍率的显微镜 观察的是 才刚刚形成的癌细胞 细胞化合物 在投入药物后 再透过3D技术 检视细胞的反应 我们现在走进来的是 拜尔在柏林的实验研发中心 我们现在看到实验室里面 这些研发人员 还有这些高科技器材 他们所投资的金额 就占了2015年 营业额的15% 相当于20亿欧元这么多 研发工作烧钱 尽管高科技如虎添翼 拜尔最自豪的 还是实验室里这群 从全世界找来的顶尖科学家 如果你们走进我们研究 你并不只是看到德国 特别在于医疗科技部 你会看到科技全世界 在这边工作 在这边有兴趣的想法 我们当然在我们的研究研究 是我们的科技 同样是高科技人才聚集在柏林 全世界最大的消费性电子展之一的伊法 不少业者也锁定在医疗健康产品 压力感测器的界面 不再只是塑胶片 像这个材质就相当特别 是用布料来做成的 未来还能够做成衣服穿在身上 和生活更加贴近 轻轻触碰就能有感 不怕折压不怕水灵 运用范围广大 这是台湾利用环球科技研发的感测原件 最新材质是印在布料上 而原来的塑胶元件 也已经广泛使用在医疗器材 压压侦测方面的话 它可以看说你今天做的 实施者不正确 或者是说有病人 他可能已经过烧神经已经坏死了 他已经没有办法感受 他脚的一个积绝的话 那在这方面的话 我们可以做成是一个外在的 风筑神经 像这样的感应器 也有以色列业者和穿戴装置连结 侦测呼吸心跳 观察使用者的睡眠和身体状态 它显示你每一分钟的睡眠 什么是睡眠段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她在睡眠下的红色 然后她在睡眠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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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她在轻眠下 深眠下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她睡眠下 把感应器放在床垫或仪垫下方 建立个人健康数据 在医院则是随时掌握病人的状态 睡眠能有科技辅助 当然想要动一动 也有科技业者想到了这一块 扭腰摆臀 一下往前一会儿往后 荧幕上的主角 能不能获取宝物得分 全看你的姿势正不正确 如果您患上背后 您会继续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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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 它是一个小小的动作 我们会在背后的小肩部 每个动作都是经过计算 电脑透过胸部和背部 两块感应元件 使用者如果动作太大 立刻提醒就怕二度伤害 如果您患上三次 三次每个月15至20分钟 科技虽然来自于人性 不过却也大大改变了人类的生活 联合国统计 全球人口逐年增加到了2050年 可能高达96亿 世界医疗科技发展的速度 可能比现在翻转好几倍 TVB新闻陆红昌彭光伟 在德国柏林的采访报导 中文字幕再来自于人性 精英文隙 第二观企定 感谢观看